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们今天要上的是经济学的课程 今天我们要跟各位讲授的是 长期的成本函数 那么在前一个单元 我们已经跟各位介绍过 短期的成本函数 那里面有各项成本的计算 以及整个各项成本的这个曲线的 这样的一个变化情形 这个部分呢 可以说是相当的复杂 所以各位同学在接下来这个单元的学习 也务必一定能够要专心的来聆听 首先在我们的学习目标的部分 我们希望说能够让各位了解 什么叫做长期的总成本 长期的平均成本 以及长期的边均成本 那这个部分呢 如果各位在前一个单元的学习 如果能够了解的话 那么在这个部分长期 其实图形都是一样的 只是它们两者之间的差别 就是长期跟短期的概念而已 比较重要的是 我们希望让各位同学了解 什么叫做规模经济 我们在长期的生产函数 有介绍过一个名字叫做规模报酬 好 所以在长期的成本函数呢 我们也要跟各位介绍什么叫做规模经济 第三个部分 我们要介绍什么叫做总收益 平均收益跟边均收益 为什么我们要介绍这个部分呢 因为这跟我们在第四个学习目标是有极大的关联 也就是我们要跟各位介绍的是 什么叫做利润极大化 那利润极大化的原则是什么 我们要怎么样去推导出来 好 这是我们这个单元的学习的目标 在学习的方法呢 我们希望各位同学 由于这个单元非常的重要 所以我们希望各位同学能够在上课之前 能够针对这个单元的内容 先做一个预习的动作 那么在聆听这个课程的时候 也能够专心的认真的把笔记做下来 在课后呢 回去当天呢 就把这样的一个重点的内容啊 把它重新做一个整理 那当然最重要的 还是希望各位同学能够在日常生活当中 找到一些实际的例子 还要搭配我们这个单元里面所讲授的内容 希望能够做到理论与实物能够相结合 我相信如果我们能够找到一个实际的生活当中的例子呢 对于各位在理解这样的内容是有极大的帮助 在课程大纲的部分我们有三个 也就是我们要了解各个长期成本曲线的关系 也就是它的整个曲线的这样的一个表达的情形 那当然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要跟各位介绍规模经济 第三个我们要去推导出整个利润极大化的原则 好各位首先看到的是长期的总成本 长期的总成本各位看到这个定义 因为在长期的情况下我们可以同时改变劳动 以及资本的雇用量 所以各位看到这个定义 厂商长期在各种不同产量的条件下 因为长期如果我们要增加产量 我们只要改变我们的生产规模 我们就能够达到这样的产量 或是要减少产量 我们只要改变我们的生产规模 我们就能够减少产量 可是各位注意到 它这边特别强调的是 所能够达到的最低总成本 所以这句话隐含的意思是什么 在不同的产量下 我们可以有不同的最低的总成本来生产它 那等一下我们会透过图形的说明 让各位能够加深了解 换句话说 在长期间 厂商可以对所有的生产要素的投入量进行调整 改变企业生产规模 为什么要改变企业生产规模 因为我们在任何的产量条件下 我们只要透过改变我们的生产规模 希望能够找到用最低的成本 用最低的成本来生产不同的产量 那接下来我们在做一些说明之后 我们就配合图形来给各位同学 做进一步的说明 各位看这句话 厂商总是可以在每一个产量 选择较佳的生产规模进行生产 这就是我们在前一页所说的 我们可以选择较佳的生产规模 较佳的生产规模来生产 为什么 因为我们可以用最低的成本 我们可以用最低的成本来生产某一个产量 那我们为什么可以用最低的成本来生产某一个产量 因为长期我们可以调整我们的生产规模来生产 所以这边有一句话 长期的总成本曲线是由一组哦 短期总成本曲线 且针对不同产量从其中做比较 选出最低的总成本的部分 所形成的包落曲线 好各位在这个地方包落曲线 简单来讲包落曲线就是什么 就是长期的总成本曲线是由短期的总成本曲线 找到最低的成本曲线 然后把它包起来 所以换句话说 长期总成本曲线怎么来的 是根据这个短期成本曲线 把这些短期成本曲线 那些最低的点把它连线起来 把它包覆起来之后 就可以得到这一条长期的总成本曲线 这个怎么说明呢 我相信又透过这个图形 各位同学能够比较容易了解 各位看 在Q1这个产量下 我们说针对不同的产量 我们可以调整我们的生产规模 对不对 各位看到这个地方 在这个Q1这个产量对应上来 我们先碰到的是什么 先碰到的是这一条 STC1的这一条生产规模 这样的一个生产规模下的总成本曲线 短期的总成本曲线 那各位想想看 在这样的规模之下 我们只要用这样的高度 这是我们的最低成本 各位看这个地方 如果是当我们增加产量的时候 到Q2产量的时候 各位看 对应上来 我们如果把这个线延伸的话 继续往上延伸 各位想想看 如果我们要生产Q2的产量 而我们只用这样STC1的规模 你看我们的成本要那么高 那如果我们是用STC2的规模 我们的成本只要这样子 那如果用STC3的规模 我们的成本的高度 成本也是一样高过于这个STC2的规模 那换句话说 在Q1的产量下 我们用STC1的规模 是能够达到最低的总成本 那么在Q2的产量下 我们用STC2这样的规模来生产 能够达到最低的总成本 换句话说 当我们要生产Q3的产量的时候 我们用STC3这样的 这样的一个劳动以及资本的 这样的一个生产规模来生产的话 我们是能够达到最低的 所以当我们把这些点把它描绘出来 我们就可以得到这一条 深蓝色的这一条曲线 这条曲线就叫做长期的总成本曲线 所以各位看到有没有 各位有没有看到 长期的这一条线 把短期的线这样把它包起来 所以我们才说 长期的总成本曲线 是各个短期总成本曲线的什么 包落曲线 好所以前面文字的说明 我相信各位透过这样一个图形的解释之后 应该就可以理解 好所以简单来讲 长期的成本曲线 是短期成本曲线的包落曲线 因为长期曲线 把短期的线都包起来了 而且特别是针对那些最低的成本的地方 我们把它连线起来 就可以得到长期的曲线 好在这个地方 请各位同学 把这个包落曲线的概念 把它记录下来 接下来呢 同样的道理 如果各位对于长期的成本曲线 已经知道 它是短期成本曲线的包落曲线的话 那么我们在前面的单元已经介绍过平均成本 那么长期的平均成本 各位看这个地方 长期的平均成本不就是什么 就是长期的总成本出于产量吗 好一样 各位看到这个图形有没有 密密麻麻的 一样 它也是什么 在不同的产量下 会对应不同的什么 不同的最低的规模 最低的成本 所以一样 长期的平均成本曲线 各位看这个地方 长期的平均成本曲线 可以透过短期的平均成本曲线求得 也就是说 长期平均成本曲线是 短期平均成本曲线的什么 包落曲线 同样的 长期的平均成本曲线 一样的 把短期的平均成本曲线 把它包起来 透过不同的产量 我们会对应出不同的 最低的平均成本曲线 然后我们把那些最低的点 把它连线起来 把它描绘出来 一样的 可以得到 长期的平均成本曲线 好这就是这张投影片 就是我们刚刚所说明的 长期平均成本曲线 与所有的这个 短期平均成本相接 然后为各条短期平均成本曲线的包落曲线 有没有 一样的 厂商调整它的生产规模 就有相对应的 这个短期平均成本曲线 跟它相对应 那我们把那些最低的 平均成本的那些点 把它连线起来 就可以得到这一条长期的 平均成本曲线 好这个概念跟刚刚长期的 总成本曲线是一样的 接下来 如果各位了解 长期的总成本 是短期总成本曲线的包落曲线 如果各位同学了解 长期的平均成本曲线 是短期平均成本曲线的包落曲线的话 那么接下来这一条 长期的编辑成本曲线是什么 一样 也是短期编辑成本曲线的包落曲线 好那个概念是相同的 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们就不再多花时间 跟各位同学做说明 好 这一个概念跟刚刚前面的概念 在前面一个单元 在讲短期的成本结构的时候 我们也说明过了 我们先看下面这张表 各位看到同样的概念 各位已经从前面的说明 已经知道 长期的这个总成本曲线 长期的平均成本曲线 以及长期的平均成本曲线 那接下来 我们要跟各位同学说明 是说各位同学看到这边 这一条黄色的线 叫做长期的平均成本曲线 紫色的这条线 叫做长期的边均成本曲线 那各位看到 当我们长期的平均成本曲线 大于这一个 长期的边均成本曲线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 AC这一条长期的这一条平均成本曲线 其实是什么 其实是在下降的 有没有 那换句话说 如果长期的平均成本曲线 小于长期的边均成本曲线的时候 各位有没有看到 当LMC大于LAC的时候 其实LAC是在上升的阶段 有没有 有没有 在上升的阶段 所以各位这个点 这边这个点 换句话说 LMC 各位看重图形可以知道 LMC一定会通过 LMC一定会通过什么 通过这一个 LAC的什么 最低点 我相信各位同学 从这个图形可以看得出来 有没有 当LAC大于LMC的时候 LAC在下降 那当LMC大于LAC的时候 LAC在上升 所以LMC一定会通过 这一个LAC的最低点 好 各位从图形来看来之后 再回过来看 这就是我们刚刚所说的 LMC一定会跟LAC相交 有没有 各位看到这个地方 LMC一定会跟LAC相交 而且是什么 相交于这一个LAC起线的最低点 好 这个是这一张投影片 要跟各位同学所强调的重点 好 前面的部分主要是在介绍 长期的成本曲线 那是短期 各项成本曲线的包罗曲线 那接下来 我们要跟各位同学介绍的是 规模经济 什么叫做规模经济 好 各位从这样的一个定义可以去了解 规模经济是说什么 长期平均成本曲线随着产量增加 而地减 这样的现象叫做规模经济 这样的现象叫做规模经济 那么在接续这样的一个说明之前 对你们公司来讲是好事 也就表示公司的利润能够增加 因为你每生产一个单位的产品 你的平均成本下降 进而造成你的利润能够提高 所以长期平均成本曲线 随着产量增加的地减 对公司来讲是好事 那么我们把这样一个现象 称之为什么 规模经济 对于这间公司来讲 它是有规模经济的 就表示长期平均成本会下降 好 这是我们配合上一张的投影片 我们说明的 如果随着产量的增加 随着产量的增加 好 长期平均成本会下降的话 这就是规模经济 如果随着产量的增加 你的长期平均成本会上升的话 就叫做规模不经济 那么这个就是规模报准不变嘛 随着产量增加 你的长期平均成本都为止不变 好 这是图形的分析 接下来 我们就来说明 规模经济 这个地方要跟同学说明是 有所谓的 内部规模经济 内部规模经济跟外部 那我们首先要先说明 内部规模经济 内部规模经济是说 厂商本身的 厂商本身的有利因素 造成平均成本下降 这样叫内部规模经济 那如果是厂商本身 内部的不利因素 造成长期平均成本上升 这个叫做内部规模经济 那所以我们首先来说明 造成内部规模经济 好 各位在这个地方要先想 内部规模经济是厂商本身 内部 因为一些因素造成我们的 长期平均成本下降 而导致内部规模经济 好有什么样的因素 第一个技术经济 各位都知道 如果透过专业的分工 透过专业的分工 让每一个人每个人 他的专业能力 如果我们能能透过专业分工 我相信 透过专业分工 能够让我们的产量提高 让我们的产量提高 可是我们成本固定的情况下 总成本固定的情况下 因为产量提高 可以让我们的平均单位成本 怎么样下降 另外一个 如果我们是一个比较大的公司 我们的采购量够大的时候 是不是我们可以得到 比较好的折扣 那比较好的折扣 我们的成本就下降了 透过这个行销交易的经济 我们的采购量大 也可以让我们的成本下降 第三个 是资本使用的经济 如果我们的公司够大 我们有较多的资金 我们可以购买品质比较好的机器 那么品质比较好的机器 能够创造出更大的产量 那么创造出更大的产量 因为总成本固定 一样 也可以让我们的平均单位成本下降 好 第四个原因 叫做规模报酬地增 这个是在我们前面两个单元的时候 已经曾经跟各位同学做了说明 规模报酬地增的意思是说 我们同样增加两倍的要素投入量 所创造出来的产量 大过于原先 这个两倍的产量的话 那就表示什么 生产技术进步了 那么生产技术进步 不是就隐含着 我们的平均单位成本下降吗 接下来我们要说明的是 内部规模不经济 好 规模不经济 各位一定要有一个概念 规模不经济就是什么 平均成本上升 什么样的原因会造成平均成本上升 各位看 规模报酬地减 跟刚刚前面那一张规模报酬地增 其实是相反的概念 如果我们同时投入两倍的要素投入量 可是创造出来的产量不止于两倍 那就表示我们的技术退步 技术退步在成本固定的情况下 产量减少了 所以平均每一个单位产品的成本就提高了 也因为规模报酬地减 这样一个进行造成了内部规模不经济 另外一项造成内部规模不经济的原因是什么 管理上面的不经济 各位想想看 如果今天我们的公司采取的是一种极权式的管理 我所谓的极权式是这一个极权 如果我们可以透过分权 前面的管理经济不是透过分权分工吗 那现在如果我们是采用极权式的管理 极权式的管理的话 层层都受到管制的话 会让我们的管理成本提高 也就是管理效率降低 管理成本提高 那进而造成我们什么 造成我们公司的平均成本提高 这样的情形也会造成内部规模的不经济 好各位 有人内部规模经济 内部规模不经济 接下来是不是有一个叫做外部规模经济 跟外部规模不经济 这个地方 我们只要简短的跟各位冲率做说明 就是说 刚刚是本身以内 现在是什么 厂商本身以外的一些有利的因素 造成我们平均成本的下降 这个就会造成外部规模的经济 比如说捷运的通车 或是高铁的通车 造成了交通的便利 我们的运送的成本 跟着降低的话 因为交通的便捷 造成我们的运输成本下跌 不是就会造成整个公司的 平均成本下降吗 好 所以铁路的通车 交通的便利 造成了厂商成本的降低 这样的现象 叫做外部规模经济 好 那么外部规模并经济 我们刚刚已经讲过 规模并经济是会造成成本上升 对不对 那各位 有没有想到什么样的例子 好 比如说 比如说 我们今天 好 石油价格提高 比如说今天我们的公司的生产 是需要这个透过石油 透过石油这个能源 来帮助我们生产产品 那因为石油的价格提高 石油的价格提高 我们的生产成本不是跟着怎么样 跟着提高 好 所以这就造成了什么 规模不经济呢 各位应该都时常听过 我们时常会在 报章上面或者媒体上面听到说 国际原物料价格上涨 比如说我们今天要进口原料来生产产品 因为国际的原物料价格提高 所以 我们需要这样的原物料 因为原物料价格提高 不间接造成公司的成本提高吗 所以这样的现象 是外在厂商以外的因素所造成的话 我们把这样的现象叫称之为 外部规模 不经济 好 接下来 我们就要谈到一个收益的概念 因为这个收益的概念跟 接下来我们要谈的这一个 地论其他化的原则 有很紧密的 这样的一个关联性 好 这个东西都很简单 都是一个很简单的概念 回到刚刚最早 如果你知道总成本 你知道平均成本 你知道边际成本 都是同样的概念 只是把成本改成什么 改成revenue 改成收益 总收益是什么 各位看这个地方 总收益是什么 他说出售某一定量产品 所获得的全部收入 这是产品的单价 这是你抹卖出去的数量 两者三成 不就是厂商的收益吗 那么平均收益是什么 平均收益是 总收益除以你的产量 也就是 平均每卖一个单位的产品 所获得的收入 叫做平均收益 那平均成本是什么 平均生产一单位的产品 所要付出的成本 那平均收益是什么 每销售一单位的产品 你所得到的收入吗 那同样的道理 编辑收益是什么 每额外增加消费一单位产品 所获得的收入的增加量 再回想一下 编辑成本是什么 编辑成本是 每额外生产一单位的产量 总成本的增加量 叫做编辑成本 那所以编辑收益是什么 每额外销售一单位的产品 那么总收益的增加量 叫做编辑收益 好 我相信各位同学 对这样的概念 我们一直不断的重复 从最早的单元 我们谈到 这个总效用 编辑效用 有关于编辑这样的一个概念 我相信各位同学 已经有相当的了解 好 接着我们最后就要进入到利润 利润的概念 因为有了成本 有了收益 当然我们就能够计算利润 那什么叫会计利润 会计利润是总收益减掉会计成本 好 这个叫会计利润 那我们一直在跟各位 在前面的单元当中 我们已经跟各位一直不断的强调 经济学里面所谈到的成本概念 所指的都是经济成本 经济学里面所谈到的利润 所指的都是经济利润 好 什么是经济利润 经济利润是 总收益减掉外显成本 跟隐含成本的余额 叫做经济利润 好 这个在前面一个单元 我们在介绍会计成本 跟经济成本的时候 我们也都做了说明 所以各位只要回去有复习 各位这个地方都很容易理解 接下来 我们就是要根据这样的一个 收益的概念跟成本的概念 我们要去推导出 利润极大化的原则 各位直接看到这个地方 利润极大化的条件 一定要满足 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 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 好当到达某一个价格或产量的时候 如果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的话 这个时候 各位看到 总利润是最大的 那各位 我们证明给各位看好不好 接下来各位看投影片 为什么只有当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益的时候 为什么只有当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益的时候 利润极大化 利润才是最大的呢 各位看 如果我们多销售一单位的这一个产品 它带给我们的收益 大过于成本的话 各位看 这个是收益 我们只要多生产一单位 卖出去之后 带来的收益 大过于我们的成本 请问你会不会多生产 因为生产的越多利润越大 相反的 如果今天我们多生产一单位 产品 它带给我们的成本 带给我们的成本 大过于这个利润 带给我们的收益的话 各位想想看 你多生产 你的成本是越多 你的收益越少 请问你会多生产吗 不会 所以 生产量减少 生产量减少利润会越大 所以这边说的 生产量越多 其实你的利润会越小 所以 唯一的 只有当 边际成本 等于边际收益的时候 这个时候 才是厂商利润极大化的 那个点 厂商的生产 一定要落在 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的地方 那各位接着看这张表 有没有 这是我们的这一个 一张表 各位看 我们说 利润极大的地方 一定是在边际收益 要等于边际成本的地方 各位看 在这个地方 边际收益大于边际成本 边际收益大于边际 在什么时候 刚好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 各位 在这一个 有没有 有没有看到这个地方 换句话说 产量在四个单位的时候 好 这个四个单位 产量在四个单位的时候 刚好 我们的边际收益 等于我们什么 等于我们的边际成本 这个时候 各位看到 总利润是达到最大的 有没有看到 总利润是达到最大的 那各位 进一步呢 我们把这样的表格 透过图形来展现 我们说 边际收益 有没有 边际收益是这一条绿色的线 有没有 比较深的这条绿色的线 等于边际成本 是不是在这个地方 交汇了 边际收益曲线 跟边际成本曲线 相等的时候 也就是这一条线的地方 各位看 我们这个交汇的地方 是不是刚好是什么 刚好是试单位的时候 刚好是试单位的时候 试单位的时候 这个时候的总收入 与总成本之间的差距 是不是最大 我们说利润 等于总收益 减掉总成本 那么这一条 深绿色的线 是总收益线 这一条弹指色的线 是总成本线 是总成本线 它们之间的差距 不就是代表利润吗 所以当MR 有没有看到 当MR等于MC的时候 它们交汇的地方 对应的产量 刚好是试单位 所以只要我们生产 试单位的时候 总收益是最大的 所以这个部分 请各位同学回去 再多多的练习 好 所以到这个地方 我们可以知道 这个单元 从一开始 我们跟各位同学介绍 长期的各项成本曲线 其实是各项 短期成本曲线的 包裹曲线 对不对 然后呢 接续的 我们就跟各位同学介绍 规模经济 规模不经济 有内部的 也有外部的 那进一步 我们也跟各位同学 介绍了一个 什么样的概念呢 叫做 效益 收益的概念 通过编辑收益 以及编辑成本 相等的 相交 相等的时候 相交的那个 所对应的那个量 我们就可以得到 厂商只要生产 那一个特定 那一个最试点的量 它能够达到的 利润是最大的 好 所以在这个单元里面 我们有提到了 这个利润 极大化的原则 包裹曲线 以及规模经济 这样的概念呢 请各位同学回去 务必要好好的 加以复习 希望各位同学的 学习能够非常的顺利